封冰箱新社部落葛马兰族香蕉丝编织工艺保存者朱阿菊 在11月19号辞世享受102岁 家属在今天举行公祭 现场学生为特别前往治安也颁发献腑包羊状 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则是颁发了生羊状 感谢朱阿菊为原住民族文化及记忆的贡献 封冰箱新社部落葛马兰族香蕉丝编织工艺保存者朱阿菊 在11月19号辞世 享松瘦102岁 家属在11月18号举办公祭 县长徐正未前往治安 颁发献腑包羊状 文化部文化资产局颁发金羊状 感谢朱阿菊为原住民族文化及记忆的贡献 县政府为了表彰我们老菩萨 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推广的一个付出 颁发我们表彰状给我们老太夫人公请县长 朱阿菊家属低调举办公祭 县长徐正未到场聚哀 新社部落葛马兰族香蕉丝编织工艺 是目前唯一保留使用此特殊材料以及编织方式的族群 朱阿菊致力保留传统记忆 葛马兰族香蕉丝编织工艺过去 随台十一线开通一度没落失传 1990年 葛马兰族人推动复米文化振兴运石 为了找寻在地的文化特色 部落里的起老常识在制作中寻找已经断层的记忆 坚持用双手补起的传统 最后成功重现香蕉丝编织工艺 记者高上双风冰箱采访报道